除了影音串流平台之外 現在竟然連車子的內裝都推出訂閱制了嗎? 最近 B&W 在英國推出了 可以訂閱解鎖高級功能的車款 項目包含了加熱座椅與加熱方向盤等等 車主在 App 上面訂閱之後 總公司就會遠端遙控讓車子啟用這些設備 這...到底是變坑人還是變省錢? B&W 表示 訂閱制能讓買二手車的人 享受到原車主沒買的功能 而對於使用頻率低的人來說 在有需要的時候才付錢會比較划算 但也有科技媒體評論 加熱功能本來就已經附在車子裡面 只是 B&W 用程式把它鎖起來 不讓沒有訂閱的車主使用 這感覺不太合理 有網友跟吐槽 難道我買了一個杯子 還要付錢才能使用把手嗎? 買了一台車卻沒有得到它的全部 你會用什麼角度解讀這個汽車的訂閱服務呢? 留言跟我們分享你的看法吧!